第34屆金曲獎一號晚間順利落幕 不過這次在典禮中出現一個世紀大出包的場面 在頒發最佳單曲製作人獎時 阿姨良不小心把得獎者的名字 看成評審團主席陳建祺 雖然只念出陳建兩個字 銅牌馬上貼心補充是陳建偉 讓陳建偉誤以為自己得獎 結果敢言講到一半又被請下台 換成真正的得主嘟嘟和周以敦 這幕被網友怒轟太不專業 整個尷尬到不敢再看第二次 事後阿姨良除了第一時間道歉 深夜她也開啟直播 忍不住淚崩請求原諒 對不起 很抱歉 很抱歉 我很抱歉 建偉老師對不起 建琪老師對不起 不不不不 這不是他們的問題 這不是我的問題 這是我第一次要用雙語頒獎 所以我其實真的蠻緊張的 打開信封的時候 我的確是因為太緊張 所以犯錯了 因為我真的很尊重金曲獎 我是金曲獎的提拔之下 才成長的人 所以 請大家不要誤會我 對金曲獎的尊重 而在這場烏龍頒獎之後 許多網友也非常好奇 頒獎的信封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竟然會出現這種離譜失誤 而頒獎卡片內容也在網上被公開 只見左半邊寫著要頒的獎項 那邊底下則是大大的陳建琪簽名 幾乎占掉四分之一個版面 而真正的得獎者則是在陳建琪簽名上方 許多網友看到後也直呼 陳建琪有必要簽那麼大嗎 是不是錯怪愛姨良了 猛然一看真的找不到得獎者在哪 這個排版真的很有問題等等 也讓愛姨良的翻車事件有了反轉 而苦主陳建維也發文表示 以前收到愛姨良的道歉 其實自己一點都不在意 尤入圍就很高興了 也被網友大讚他的高EQ